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汽车产业一定要把民族品牌搞上去的指示精神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组织并实施的 首个中国汽车品牌联合活动 2021年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发展 专项行动胜大启航 力求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探寻中国汽车品牌 积魁步而至千里的壮阔航程 十四五时期 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 也是汽车强谷建设的关键五年 打造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汽车品牌 是实现强谷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 汽车行业永丹 一定要把民族品牌搞上去的历史重任 力大志尽全力 做强 做优 做大 民族汽车品牌 2021年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发展专项行动 聚焦于展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成就 讲述中国汽车品牌故事 强化中国汽车品牌质量 其中看见中国汽车品牌巡礼全国型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 首个在同一主题下的联合活动 充分展示出中国汽车品牌 作为一个蓬勃生长的整体 携手向上的全新风貌 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生 因创新而新的城市 2021年5月19日 看见中国汽车品牌巡礼全国型第二站来到深圳 见证比亚迪正式成为中国首家 完成100万辆新能源乘用车下线的品牌 2003年比亚迪开始进入汽车行业 2004年比亚迪纯电动概念车ET亮向北京车展 2008年比亚迪全球首款量产插电式双模电动车F3DM正式上市 从开始量产电动车到百万辆下线 比亚迪仅用了13年 2021年比亚迪全年汽车销量达到74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超过60万辆 屡创行业记录 一直以来比亚迪新怀产业爆国的冥想 我们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为导向 用技术创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 比亚迪在核心技术上的优势愈发强劲 从新能源汽车上游原材料到电池 电机 电控及芯片等全产业链核心技术 整车智能制造 再到智慧生态圈 比亚迪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创新引领 成为全球同时拥有电池 电机 电控 及IGBT MCU车规及芯片等 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核心技术的车企 专利数量稳屈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榜 第一 作为中国汽车品牌中的佼佼者与开创者 比亚迪正用颠覆性技术引领变革 这几年中国汽车品牌的产品做得越来越好 品牌力也在提升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中国汽车品牌 2021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减喷态势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 在2020年初才6%左右到11月底 已经超过了20% 按照这个趋势到2020年底预计可以达到35%左右 当前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加速度远超预期 这也来一场变革 2020年比亚迪推出不依赖稀有金属的刀片电池 在确保续航里程的同时 通过了动力电池测试领域珠穆朗玛峰的针刺测试 将动力电池的发展路线 重新拉回到以安全为本的道路上 同年下半年 首款搭载刀片电池 成品性能创12项全球之最 9项中国之最的比亚迪汉正式上市 作为中国品牌高端车型代表 深受消费者倾爱 2021年4月 比亚迪正式宣布 旗下全系纯电动车型 开始全面搭载刀片电池 2021年1时 比亚迪发布DMI超级混动系统 打造以电为主的混动技术 搭载DMI系统的琴Plus DMI SUN Plus DMI等车型增长势头正猛 我们有一个技术的鱼池 培育了许多具有颠覆性的技术 当市场需要的时候 能够迅速实行产业化和商业化 比如超高安全的刀片电池 超低有耗的DMI超级混动 以及被予以下一代电动车摇览的 一平台300 在芯片短缺的大背景下 我们的芯片半导体 也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口控 现在我们产品的客单价已经高达15.17万 追品甚至超过部分核子品牌 我们通过起降性汉 糖 把比亚迪品牌推向新的高度 在交出1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搭卷的同时 比亚迪带来了另一个重磅消息 基于过去十年 公交电动化在海外市场打下的坚实基础 1500辆搭载刀片电池的糖EV 在2021年发运至挪威 比亚迪海外乘用车版图提上日程 国际化战略正在提速 在技术和产品的复联下 第二个百万台将很快实现 5月19日 比亚迪第1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成为中国首家累计突破100万辆新能源乘影车下线的企业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领导者 比亚迪充分展示了抢抓机路窗口 引力电动车朝头的速度和力量 新能源汽车市场化进入爆发式增长新阶段 希望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众多优秀中国车企 在这条快车道上加速前进 持续引领电动化变革潮流 今年以来 品牌向上行动开展了 看见中国汽车品牌巡礼全国型 成立了中国汽车企业首席品牌官联系会 发布中国汽车品牌宣言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推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处于世界第一方证 汽车强过建设取得新的成效 新征程 新起点 在成就绿色梦想的前行道路上 比亚迪将继续以技术为王 创新为本的理念 以更加开放的胸怀与姿态 去链接更为辽阔的美好未来